8年前3万入手的高冰种蓝椒大山水牌 现在出手是赚是亏 今天老孔收到一个上门大哥送过来的这个山水牌 这个山水牌尺寸相当的大 上面呢它叼的有梅花 有梅花露 寓意着一路油腻一路相伴 那这样的一个椒块料大山水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能卖到多少 很准啊 好货 真漂亮 蓝椒的山水牌 而且尺寸超级大 非常漂亮 这么大块冰椒料怎么捨得做山水牌啊 这个估计是哪个大师叼的 只是没有落款 冰椒是这么漂亮 喜欢吧 其实它这个浅浮雕雕的很浅的 这个什么叫 看多少给多少都是 3万5 你那些 3万5 3万多不是这种的货 3万多你可以买一半 给你切下来 买山水牌怎么买一半啊 现在市场你去找3万多的山水牌 有这么大的我吞了 哪有嘛 我们这个也要成本的嘛 好好给 你这个价太低了 再给你加一口 4万5 4万5 你这个加的耶 你看它里面这一个兰花 飘的不多 影响价格了 你再怎么挑毛病 你4万多 你也不对啊 这个价格 差太多了 最后一口 最后一口5万了 头不对 卖不了 5万就出不了 5万我连打电话 我都不问 那就没办法了 那是啊 以你无缘 这件冰胶料 它这个雕工 一点都不输现在的大师工 我都怀疑 之前是某个大师的 但是没有落款 像这种完美的冰胶料子 很少做这种山水牌了 接下来去下一家 看一下把价格拉一下 黄总 一个大山水牌 好东西 整个的是蓝胶 还带这种雕刻 背面是这样子 看一下 对不对 对 肯定是对嘛 这种好料子 谁都想要 黄总 你看嘛 合适的 我们谈 不合适的 那么粉丝也不能卖 你看能看到多少 4万3 4万3不是这种货 我给你看 这种蓝胶的 它里面还有这种雪花 然后整体的尺寸够大 4万多不是这种东西 你这个你得问一问吗 现在这么大的 我的客户得有多高的个子才能带 4万多问不了 头都不对 行吧 我帮你问一下王老板 王老板 你也不行了 5万卖不了啊 怎么就不行了呢 你这5万给的太低了呀 客户不卖 你要帮我说一说吗 我刚才跟他聊了 最低最低6万 一口价不带回答 你如果真心喜欢 真的不要保留 你要信我 你低于6万 肯定是买不到的 谢谢 那我撑一下 对吧 这个好东西就要这样子